大家好,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 我是一心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些基本的广东话事态 学新东西 我做功课 我做功课 我昨天做功课 我昨天做功课 我明天做功课 我明天做功课 没错了,广东话的动词是不会因为它是过去式,现在式,还是未来式而改变的 只要你将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放进去,例如昨天或者明天 就已经可以表达事态 但是广东话里面也有很多的座词可以与动词一起使用 但是这些的座词并不是用来形容究竟它是过去式还是未来式 而是用来形容动词的本身 让我为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基本的座词 是用来形容设计的东西 但是不代表它是过去的事情才能用得 减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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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用来形容一些持续发生的事情 会会会会可以用在一些假设的情况身上 又或者我们计划了将会发生的事 但是不只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才能用得 我们一起看一下一些例子 我昨天到了香港了 我昨天到了香港了 我到了香港了 我到了香港了 明天这个时间 我到了香港了 明天这个时间 我到了香港了 很简单 就是在动词后面加 左 就可以表示一件事已经完成 不论是以前发生 还是将来发生 又或者是现在发生的 都用得 我上个月 我上个月 准备中 考试 我准备中 我准备中 考试 我下个月 应该 应该 准备中 考试 我下个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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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 准备中 准备中 考试 我下个月 下个月 应该 准备中 考试 如果当年有钱 我会买楼 我明天会去买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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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明天有钱 我会买楼 如果明天有钱 我会买楼 没错了 就是在动词的前面 加 会 就可以表达一个计划 或者在假设的情况下 会做的事 好 那大家就练习一下啦 都是那句 广东话是我没语 但是如果有任何错漏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 是这么多 吃饭先